一段怪异的特征让屠牛事件的研究者们最终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那就是屠牛事件很有可能是外星人所为 如果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确实存在 那么这似乎可以解释屠牛事件上面种种令人费解的谜团 在美国对于屠牛事件的解释中有一种说法是 外星人将牛抓进飞船进行麦克手术后再将牛抛回地面 因为当地的一些牧民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有人说看到死牛从天空中一个发光的圆盘里坠向地面 但退一步说即便的确是外星生物进行的屠牛行为 那么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一些研究者认为 这表明外星人正在进行牛的物种研究 外星人的动机在于获得基因 他们正在研究我们人类DNA 由于牛的DNA与人的非常相似 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 外星生物的目标肯定不止这些 或许外星人的那个目标对于他们来说生死有关 这么说来呢 外星人好像是从这个牛的身上提取一些基因了 那这让我们想起另外一种说法 说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呢 说这个外星生命啊 他要把这个他的某些基因某些信息 存在人的这些废弃的基因当中 我们知道人类的这个基因啊 有很多是我们称为非编码基因 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没有什么作用的 或者称为它垃圾基因 那么据说外星人就要把它一些信息储存在这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又说 途牛事件呢 说是他要从牛上提取基因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第一步呢 是不是他下一步就要说提取完了 研究了 然后再往回储存呢 这也是一个疑点 但是那种认为外星人采集牛的血液 来提取DNA以进行研究的说法 究竟是否能够站住脚呢 人类有46个染色体 而牛则有60个染色体 这有很大的区别 在这方面 人类与牛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说外星人要研究DNA 研究人类的DNA 干嘛要转弯木角的到牛身上去取呢 要取我们人类的不是也很容易吗 再说来 你即使要从牛身上取一点 也用不着涂杀牛 也用不着挖特殊的伤口 那你随便在它身上取一点组织 不就能得到同样的效果吗 所以这个猜测 我觉得没什么道理 除了相信UFO的人之外 许多人想的并没有那么多 他们认为 这些神秘的途牛事件 只是一场恶作剧 或者是某种隐秘的祭祀仪式 但是对于美国的牧场主来说 途牛事件的确给他们造成了财产损失 他们需要找到途牛事件的元凶 随着途牛案件数量增加 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开始进入调查 美国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弗洛伊德·哈斯克尔 于1975年向美国联邦政府请求帮助 在1975年8月29日 哈斯克尔写道 我请求联邦调查局介入此事 但遗憾的是 尽管科罗拉多州调查局 已经在调查这些案件 最后却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而导致调查失败 可是哈斯克尔并不罢休 他在信件中警告道 现在农民们正在武装自己 以保护他们的牲畜和家人 我们必须在有人受伤前采取一切措施 在写给哈斯克尔参议员的回信中 联邦调查局长科拉伦斯凯莱写道 我很遗憾地通知您 这些行为并没有违反联邦宪法 联邦调查局无权调查此事 但是令美国联邦调查局长没有想到的是 1979年3月14日 新墨西哥州参议员前阿波罗号宇航员哈里斯施密特声称 他所在的州发生大规模屠牛事件 要求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 无奈之下 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得不在1979年5月 将屠牛事件进行立项 今天已经退休的肯尼斯·隆梅尔警官负责调查 随后他成为新墨西哥州屠牛事件调查小组组长 隆梅尔首先需要研究数千件发生的屠牛事件 对于隆梅尔来说 屠牛事件研究专家林达豪无疑拥有无人能及的经验 屠牛事件 朴均 我去做一个报告 与一个捕捉员 与一个捕捉员 在纽约西哥工作 我们坐下 我们在准备 他告诉我 我将证明 这些是虚拟 经过一年的研究后 隆美尔提交了他的最终报告 上面写道 经过慎重权衡和分析所有迹象 我的结论是 大规模屠牛事件 是食肉动物与食股动物所为 但是与政府的态度大相径庭 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 都在猜测 是什么神秘力量 威胁着这片草原上的牲畜们呢 于是 屠牛事件从一个乡村神话 变成报纸的头版头条 新闻报道将屠牛这个短语收入词典 可是最终与大多数UFO现象一样 屠牛事件也被美国政府封锁了消息 但是林达豪看过太多的死牛 他无法同意政府所说 屠牛事件都是食肉动物所为的观点 他认为 只有从外星人身上 才可以让猪尔岩斯农场事件得到答案 于是林达豪又回到猪尔岩斯的农场 这时一些当地的目击者又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 似乎让林达豪更印证了自己的判断 2004年8月25日 位于内布拉斯加州法纳姆的猪尔岩斯农场 屠牛事件的研究专家林达豪 完成了他在死牛附近区域的图片拍摄 然后他开始仔细采集周围的植被样本 那么林达豪他想确保 说采集到足够多的这种绿色植物 然后对他的这个植物里的叶绿素 做一些有关的这种测试 要找一些数据 要看什么呢 主要想看一下他这个细胞里的线粒体 有没有受到影响